您知道酒店版的芹菜枪拌花生米啊 为什么那么好吃吗 下面两点啊 注意了 第一步 咱们把这个花生树上面摘下来的花生米啊 用温水清泡20分钟 清泡好的花生米 倒入我们提前准备好的不锈钢盆中 加入适量的葱姜 八角 这个盐啊 咱们一定要多放一点 不然咱们这个毛豆啊 煮熟以后 它里面没有咸味 盖上锅盖 用中小火啊 煮个半个小时 这个时间段 咱们来准备一点洗干净的芹菜 切成段 胡萝卜切成丁 煮熟的花生米 咱们用双筷子 把里面的料渣给它剪干净 再用漏勺啊 把水分给它控干 倒入大碗中 用冷水 给花生米清凉 第二步 咱们锅中加水 放入少许的食用油 锅中水开啊 下入我们提前切好的胡萝卜 芹菜段 煮至10秒钟左右 煮至断生 用漏勺捞起来 舀几勺冷水 给它积凉 积凉的芹菜段胡萝卜丁 倒入咱们提前准备好的大碗中 几粮的花生米 以控干水分 放入大碗中 一勺的味精提鲜 半勺的精盐调咸淡 一勺的白糖 中和一下口味 用勺子啊 给里面的调料 和花生米一起搅拌均匀 搅拌均匀以后 再往花生米上面 放入一勺的蒜泥 第三步 咱们准备一口干净的锅 倒入少许的香油 下入21克花椒粒 用小火啊 炒一个花椒香油 咱们煮花生米啊 最好是用不锈钢锅来煮 这样煮出来的花生米 它不容易变色 还有就是我们的花椒啊 一定要用香油来炒过 这样拌出来的花生米啊 它的焦香味会比较容易 花椒香油 从蒜沫上面淋下去 接下来呀 终点来了 咱们呀 凉拌菜一定要从下午上搂 这样搂出来的凉拌菜呀 不容易下汤 而且啊 还会比较入味 搂两下 这小香味啊 它就上来了 最后啊 还是那句话 关注我呀 在你做饭的时候 说不定还真有一点哟